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年底五合一选战 时代力量在宜兰推出六名候选人 喊出六席权上的口号 党籍立委黄国昌 林长佐金陪同所有候选人登记 黄国昌指出 清廉、秦正、理性及监督 一直是时代力量建党以来最重要的精神 相信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绝对会与宜兰县民站在一起 时代力量这次推出的县议员候选人林正芳、欧志明、林瑞文 宜兰市民代表候选人吕白凯、郭炳汉、苏欧镇胜案底 李长候选人黄中志 金在黄国昌及林长佐等人的陪同下 到宜兰县政府登记 黄国昌表示 宜兰是台湾重要的民主胜地 时代力量希望能够传承 例如陈定南担任法务部长时 扫除贪官污吏的决心 黄国昌指出 清廉、秦正、理性及监督 一直是时代力量建党以来最重要的精神 相信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绝对会与宜兰县的县民站在一起 做最强力的监督与施政 被问到时代力量为何位在宜兰推出县长候选人 黄国昌说作为一个刚起步的小党 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 是重要课题 时代力量 希望先在各地基层扎根 彻底改变台湾地方政治文化 再继续往前迈进